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九二共识 反对态度 促进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促进主国和平统一 两岸同胞可以说是同根同系 我们愿意出台更多的一优惠政策 让台湾同胞在大陆不论是投资新业 是就业就学 是生活居住 都能够享受到 和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我们已经出台了促进 两岸 经济文化合作交流的三十一条举措 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三十一条举措 扎扎实实的落到位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应当有新的基础 因为 两岸同胞共享发展的基础 走得越近 越好 两岸关系的发展 也会 越好 越实 我们都希望能够 共援 中华民族的 共同的 梦想和愿望 有机会 中华民族 警察 他应该是 有机会 的 对